大家好 我是香家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终于到了年终 要来整理一下自己剪辑电脑 里面的拍摄影片 所有的硬碟档案 目前在暂存拍摄毛片原始档案用 2TB硬碟 还有500到600区可以用 而在储存剪辑档案资料的4TB硬碟 已经没有空间可用 所以又是要再买新硬碟来替换使用的 然而在替换硬碟的困难度并不高 比较难的是你替换下来的硬碟 要装去或是放在哪里 方便你再次寻找资料使用 那我们一般在存放这些外置式硬碟 大概有几种方法 首先是改装到传统式外接式硬碟盒里面 这是最快也最省钱的方法 另一种就是改装拷贝到NAS网路硬碟盒 但这种建构设备成本相当的高 所以如果你只是存档案保存用 个人是建议使用一般传统式硬碟外接盒 如果你的存档资料是需要常分享使用 我才会建议你采用NAS网路硬碟盒方案 因为它的建构价格都要15000元起跳 真的不便宜啊 但当我在找寻适合用外接式硬碟盒 也不是很顺利 感觉现在生产做外接式硬碟盒厂商 是越来越少啊 想要一个品质不会太差 散热又好一点的真的不好找 最后找来找去 无奈下把预算再提高一点 咬一咬就买了OWC出品的 Murcury Elite Pro Quiet 4槽位 USB 3.1 Gen2 10GB硬碟外接盒 而它刚好在双12有价格优惠点 我大概用了6688元买到手 我的妈呀 它也是我目前买到最贵的硬碟外接盒 而会无奈提高预算购买它 是因为早期入门没经验 就买了一个4槽位便宜购用就好的外接式硬碟盒 但哪知道到了夏天使用时 里面硬碟的发热量大约会狂飙到40-50度之间 光靠它背后的小风扇根本压不下4颗硬碟温度 最后我是自己在土炮加装一颗薄型12公分风扇吹送 才能稍微改善一点硬碟夏季高温问题 所以有这一次经验对于硬碟盒的散热要求 我也只能选贵一点的OWC全铝合金外接式硬碟盒来用 那先来简单开箱介绍一下 在外盒包装这面上是印有产品照片和名称 而在右上角我只有选购硬碟盒主体 不含硬碟 所以上面是贴标示为0GB 就看个人选购容量不同会有不同标示 而在侧边有展示4槽位硬碟安装方式 背后则是产品内容介绍和细部部位说明 而开箱的内容物有 首先是一张安装使用说明书 上面全是英文解说 但你看它图片标示来组装 应该也不会太难上手 再来是Mac系统使用SSD固态硬碟重点提示 最好是能使用最新版的Mac OS 支援度会比较高 再来是它的配件盒里面有 一条USB-A2 USB-C传输线 另一条是标准的USB-C传输线 一条和电脑主机一样的三叉头电源线 两支防盗锁的钥匙 最后是两包固定硬碟用的螺丝 左边大包是3.5寸HDD硬碟用 右边小包是2.5寸SSD硬碟用 使用上会有所不同 千万别拿错啊 接下来是我们OWC硬碟外接盒 哦 我的妈呀 真的有够重 光用一只手拿不太起来 等一下我们再来测量它的空机身 不凡硬碟有多重 哇 这整机全铝合金制作的做工品质都很到位 该要处理的细节一点都没有少 而这外壳厚度看起来大约也有用上3mm 难怪整机用单手是拿不太起来 而在前面板有打了大面积透风孔 对硬碟散热风流会更好一些 在背后则是配置了一颗9公分静音风扇 来压制这4颗硬碟发热量应该是够用 接下来是电源插座、电源开关、USB3.1 Gen2 传输孔和防烧锁孔 最后在底部有4个大大的止滑垫 用到那么大一颗 可见你就知道它有多重手了吧 而在我实际测量后 它不含3.5寸硬碟 就重达3.75公斤 所以装满4颗3.5寸硬碟后 应该会接近5公斤的重量 哇 这重量在搬运时要多小心免得砸伤自己的脚啊 而它在安装硬碟时 一定要用钥匙来解锁打开 在前面板才有办法拆下来安装硬碟 所以这两把钥匙很重要 千万别搞丢了 免得到时又要破坏性拆机才能换装硬碟 而它的4个硬碟固定座插槽几乎90%是金属材质制作 只有在推轨硬碟固定条 锁螺丝用的是塑胶材质 而在它的硬碟固定框 除了可以安装3.5寸HDD硬碟 在左上角也有预留安装2.5寸硬碟 或是SSD固态硬碟 完全不用再加装转换架 直上就可以真的太方便许多 而最上部有硬碟读取指示灯 刚好对应下面4个A到D的硬碟槽位 而在硬碟安装上 我把剪辑电脑上存满影片的两颗2TB组锐零硬碟拆下 并且再加装一颗全新4TB硬碟 来一起测试OWC硬碟外接盒的写入速度有多少 那快来安装吧 老实说在安装硬碟这一方面 真的是无脑式锁上就好 相当的方便也简单 接下来插上USB-C传输线插电 开机 而在这次测试档案大约有131GB 首先来测试把它拷贝到新买的4TB硬碟上 因为这4TB是5400转传统硬碟读写速度 所以在起初预估完成时间都会很久要4到5小时才能完成 而大约在10秒后电脑预估可以在30分钟内拷贝完成 此时传统硬碟写入速度大约在120MB每秒上下 这差不多是传统硬碟的读写实现了 那再来用同样档案写入2TB 传统硬碟主Rain0的速度 哇 这速度真的快很多 预计完成时间大约只要7分钟 足足是快了2倍多的时间 而且目前写入速度也可以高达350MB每秒上下 所以简单来说Rain0硬碟就是用两颗传统硬碟读写速度来跑 但这样的Rain0硬碟虽然读写速度快很多 可是它的安全风险性也很高 只要其中一颗组合碟坏了 你的资料就从此再建全没了 所以在使用上要多加考虑一下心脏也要够强 那最后来总结一下在这一阵子使用OWC硬碟外接盒的心得感想 它的全铝合金外壳设计真的让硬碟达到有效散热 也可能现在是台湾冬天 当我的手触摸外壳时真的没有什么温度 还以为可以在这冷冷的冬天把它当成软手宝来使用 看样子真的是我想太多了 而它的外型质感也真的没有话说 该做到的细节质感一点都没有少 放在桌面上使用也很好看 只是说它的机身重量再加上4颗硬碟重量真的有点超重啊 压在你桌上使用时请注意一下你的桌子是否够坚固 再来就是它的售价真的不太清明啊 如果不是在特价期间又刚需我也是买不下手 但看到它的用料和质感后其实是对得起它的价格 整体看起来也算是物超所实 在市面上应该也是找不到比它质感更好的全金属外壳硬碟外接盒了吧 所以要不要用就看个人取舍和口袋深度预算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还有看到更好的硬碟外接盒要推荐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也请多多帮忙按赞和订阅 让我可以更快一点达到10万订阅奖牌 我是香蕉人 那我们下一集影片见啦 所以影片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和分享 也记得把你的铃铛打开哦 这样随时才可以收到我上传的最新影片 拜拜